在上一支2024台北文具展的影片中呢 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觉得非常特别 而且有特色的一些文创品牌 那在这一集的影片中呢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文创的另一边 就是一些关于事物用品啊 笔类等等的一些学生呢 或是上班族平常会用到的一些事物用品 如果还没有看文创介绍的啊 也可以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再回去看哦 第一个呢要来介绍我这次新认识的品牌 它叫做Ritec 它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品牌 我经过的时候就发现 诶这具有非常多特殊的笔款可以跟你们做介绍 先来介绍他们家的钢笔 我觉得他们家的钢笔啊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他们家的钢笔 做的很像是一般文具店常见的那种笔款 是这种按压式的 按压式的钢笔啊真的非常的方便 你在使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开盖 单手啊就能够操作 我在那边稍微试按了一下 我觉得它按压起来的感觉还蛮顺的 不会觉得卡卡的啊 或者是很难按的状况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前面有一个类似小盖子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放在钳笔盒里面啊 它的墨水也不会因为没有盖子的关系而溢出来 试鞋的时候我觉得也蛮顺的 不会有那种卡卡的感觉 在旁边呢是这一次我整个被吸引住的笔款 它这个笔款啊总共有六个款式 它表面是有一点渐层的那种配色 然后再搭配上上面有一点银色亮亮的那种闪光点的感觉 我觉得完全就是我的彩 真的非常的漂亮 旁边呢也有漸层的自动笔 这个系列呢是出单色的漸层 它表面有一些银色的一些光点去做点缀 我觉得整体是非常漂亮而且有质感的 它们家有出套族的笔款啦 但是现场我能看到的款式好像就只有眼前的这几个 而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一开始看到的漸层 立刻把它带回家跟你们做开箱 在过去呢也有其他的漸层笔款 这款呢是做类似果冻笔的这种材质 它的握把处啊是这种软软的 所以这样你在写的时候啊 手不会一直有那种受到硬壳摩擦的那种感觉 它是做这种按压式的设计 所以使用上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它总共有四个系列做成四个不同样式的笔感颜色 我个人觉得紫色跟下面这个蓝色 都是做的还蛮梦幻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的 在过去啊旁边也是另外一种笔款 它这款呢是比较走那种磨砂类型的那种感觉 表面也是有点漸层 但是因为磨砂感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雾雾的感觉 这款笔啊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地方是 它在按压的这一个地方 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它会收起来 所以你就可以确保说 假设你现在要把它夹在衣服的口袋上面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夹在你的笔记本上面 它笔心一定是有收起来的状况下 它的笔甲才会有办法打开 所以像现在它有笔心笔甲 就会是收起来的状态 总共有六个款式可以挑选 一个都是这种磨砂的漸层感 下一个要介绍的品牌呢 是我们很常听到的plus文具 它们家这一次的新品呢 是全新色的立可戴 这次的新立可戴配色啊 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的梦幻 非常的马卡龙色系 是这种甜甜淡淡的这种配色 整个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我真的是完全选不出来 每一颗都好像糖果的配色 非常的可爱而且梦幻 旁边呢就有给你试用的地方 这边就可以直接让大家 直接试用看看 适不适合自己 那用起来的部分啊 我觉得是跟之前的plus的立可戴差不多啦 没有特别的不一样这样子 主要就是有新的一个配色 这一次呢因为环保的关系啊 它们还有出这种纸盒包装的 这种痘痘彩贴 痘痘贴的部分啊 它们这次是设计这种类似公车 然后里面有栽一些小动物的样式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特别的是它的外包装是纸盒的设计 所以比起塑胶来说它会更加的环保 旁边有试用的地方 大家可以直接在这边做试用 外壳是纸盒包装 但里面还是塑胶的 它总共有三个不同的款式 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 每一个款式啊 里面在的小动物都是不一样的哦 在旁边呢 也有这种透明壳的配色 有磨豆啊 也有立壳带 跟刚刚那种饱和度颜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颜色配色这样子 透明壳啊 我觉得也是很有它的特色 你就可以完全看到它内部的一个装置状况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啦 而且它的颜色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就是用他们基底的五个配色 然后把它做成这种透明的样式这样 再往旁边呢 是飞龙文具 飞龙文具啊 这次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活动 就是色铅笔自由装 台面上啊 总共有46支的色铅笔 一包只要50块钱 你就可以任选12支带回家 它的带子啊 就是像这样子 一包一包的 你可以自己选色 重点是一包竟然只要50块钱耶 总共有46色给你挑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划算 一支等于算下来 只要4块钱左右而已 下一摊呢 是立德文具 立德文具啊 我觉得我这次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板夹 它这个板夹是可以做折叠的 就是你看它这样一个板夹 可以把它这样子收纳起来 就变成一个类似笔记本的这种形式 然后也有一个束口袋 你可以把它束起来 如果要携带啊 我觉得真的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这样收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笔记本的大小而已 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啊 你再把这个束口袋打开来 就可以变成一般的板夹正常使用了 而且旁边还可以放笔 所以也不用担心笔会找不到的问题 很适合那种下班想要立刻在短时间内把东西收好 就可以回家的人使用 在过去呢 是日本蜻蜓牌 Mono的摊位 这个前面呢 有非常多的立刻袋 跟一些修正袋可以挑选 然后也有一整排的橡皮擦 有各种的款式啊 形式都可以慢慢的去做挑选 比较特别的啊 是这次展场有出了这个限定的小费包 加上里面的橡皮擦组 这样子一组是200块钱 它就这样小小的一个小提包 我觉得还蛮值得收藏的 如果你是他们家的粉丝的话 我觉得这次文具展的规模啊 真的做得非常的大 不只有创作者的区域啊 还有很多文具跟事物用品相关的区域 不过价格的部分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啦 因为有时候原价的部分 不一定会是外面看到的原价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自己去比较看看 不过它的颜色是真的非常的丰富齐全 像这个90色的粉蜡笔 真的非常的壮观 很漂亮耶 除了笔类文具以外啊 现场还有很多是学生可以用到的 像是便条纸啊 笔记本 类壳带啊 胶带等等的一些工具类 还有一些上班族会用到的一些胶带 等等的事物用品 也都还蛮多选择的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这边就像一样的缺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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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跟大家介绍我在文具展遇到觉得很棒的一些文创品牌 那我们这一次的文具展影片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 下一支影片呢会再跟你们分享我这一次购买了一些战利品的部分 而今年的文具展啊我觉得人数好像有比去年再少一点了 但是人潮的部分啊还是非常的多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逛的时候要多多补充水分才不会不小心中暑了哦 那不知道大家在文具展有没有买了什么很特别 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文具 也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明年也可以再参加文具展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